至于南韩的情况 当然每天的确诊人数 孩子在不断地成长 不过这里面可能关键是 南韩的公卫行动脚步 非常的快速 他们正努力地 寻找那些确诊或疑似的病例 努力地将他们进行隔离 来保护健康的民众 当然也因此 确诊人数就会成长得比较快 也因此发现了很多 相当可怕的群聚感染的例子 一辆辆轿车排好队 听从指示开进公共停车场 这一座一座 由铁蹄屋与帐篷 搭建起的临时检疫站 就是南韩立抗武汉肺炎的新招 筛检而来速 外国记者情神测验 量过体温填完问卷 下一关就是检体裁检 连棒深入鼻腔 菜筋粘膜 接着扣腔也不放过 两道关卡确保收集到够多检体 接着当两到三天就能收到报告 得来速检疫法 对方便的就是人不用下车 且过程只要十分钟 速度为一般检疫站的三倍 不只检疫能量大增 空间通风也避免了医护人员 与潜在患者过多不必要接触 目前人穿 荆棘道 还有大丘等地 都已经开始实施 这样南韩疫情扩散 却广受各国好合作法 南韩疫情惨烈 在三月五号冲破六千大关 两天后又冲破七千 已成为中国之外最严重疫区 总统文在寅三号 正式向武汉被延宣战 也下令政府部门 进入二十四小时备战状态 只是口罩荒 意中难解 年轻女大生 小跑步加入排队人龙 但看看广场上 早已有上千人 全为口罩而来 国民人人自为 政府下令设定发口罩 但每片售价要二十五块台币 而且一人一次 限满五天 而成为中使之地 不得不出面谢罪的还有他 话说到一旦突然离开位子 兴起跪地 磕头大礼 高林八十九岁教主李万希 因教会隐匿疫情 引爆大规模感染 成为千福所指 他首度露面替教会缓家 还拿出检验报告 证明自己没染病 但尽管教主大工作下跪 能难以遏止民间怒火 新天地教会感染 武汉肺炎教友达两千多人 所在大本营大秋六号 又传出新灾情 一栋社会住宅 出现四十六名确诊病患 当地政府紧急封楼 这疫情无失速列车 杀不住 清天地教会是该负起责任 然而文在寅政府 自始至今的防疫态度 也一再引发争议 像是口罩政策就被骂到翻 1月20号爆发首起确诊病例 文在寅却慷慨地 捐了两百万付给中国 害国民没日没夜排队疯抢 直到2月26号才停止口罩出口 2月28号宣布药局邮局定点发放 但这时感染人数已经逼近三千 另一个让民众傻眼的计策 就是文在寅宣布最大限度 封锁大秋 却对风险最高的路客视而不见 自2月2号颁布湖北省外国人 入境禁令后 全面禁止路客入境的政策 就不了了之 要求下台声浪排山倒海而来 但文在寅有所坚持 不禁就是不禁 除了认为禁路客没意义 外界认为这恐怕也是他 外交与经济流通之下的考量 观光区域放眼望去 以往基本游客的商店街 现在空无一人 不仅风险区等不到路客 南韩汽车工厂也在等待 中国制造了零件 中国工厂停摆后冲击全球供应链 尤其汽车生产大国南韩 零件短缺 车子根本做不出来 无论是消费市场或劳动力 南韩都长期依赖中国 文在寅不想打坏双方关系 刻意为外交流条后路 而他不只拉拢中国 还在公开场合宣布 要和邻居日本北韩合作 一起打倒武汉肺炎 对内则加码端出各项防疫政策 像是追加近12兆预算 发放消费券抢救经济 真用政府与民间设施 仿照中国方舱医院收治清诊病患等 但南韩确诊人数 依旧每天数百例起跳 政府还有招吗 止不住的疫情 在裁剪数不断向上冲高后 恐怕会更加严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